23日,国际油价暴跌近8%,随着对全球原油供应获胜的担忧不断加剧,国际油价23日暴跌近8%,触及于一年来的最低值。 截至当天收盘,纽约商品交易所2019年1月交货的精致原油,期货价格下跌4.21美元,收于每桶50.42美元,跌幅达7.71%, 而2019年1月,将获得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下跌3.80美元,收于每桶58.80美元,跌幅达6.07%,这已是油价连续第七周的下跌,跌幅累计超过30%。 央视财经国际财经报道栏目视频,多重因素压制国际油价,分析指出,在全球石油供应不断增长,需求预期下滑,以及美国放宽对伊朗制裁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,国际油价大幅下降。 沙特能源部长法令和之周四,22月表示,今年11月,该国持有产量将超过10月份的1060万桶日的水平。 有消息人试称,11月沙特石油产量,或将飙升,至1080万到1090万桶日,超过2016年11月1072万桶日的历史最高位。 另一方面,在美国生产商的带领下,OPAC以外的产油国持有供应增长超过了需求。 国际能源机构预计,但之非,OPAC国家,今年的原油日产量,就增加了230万桶。 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,上周美国全国商业原油库存,一层至4.469亿桶,当前库存量已创去年12月以来的新高。 而上周美国原油日产量仍维持,在1170万桶的历史高位。 此外,今年10月起,俄罗斯石油产量涨至27年来最高,一度触及1150万桶天,比5月日均增加45万桶。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支持降低油价,多次在社交媒体上,反对OPAC减产。 周三,21日,他还呼吁沙特,应该让油价再降低些。 同时,国际能源机构,还降低了2019年原油需求量的增速,预计2019年原油需求量将以每天130万桶的速度增长,低于此前预测的每天150万桶。 下月OPAC会议将决定是否减产,12月6日,石油输出国组织OPAC就将在未演了召开会议,讨论是否减产的问题,为防止出现2015年那样的,未使用燃料大量累积的情况。 市场预计OPAC将在会议后开始减产,有分析时预计,若OPAC决定减产,布伦特约油价格有可能会恢复到每桶70美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AO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